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练习的过程中打赏所有的声部其实还是蛮难的 对 当时在听的时候我也觉得对整个交响过来讲 可能旋律们的程度也不及旋律们的反正 对 但是我们现在只有这么多人来 因为每个人就得担布起两三个不同乐器的角色 所以就改编起来说那个调习当下我就知道好像这个应该是很有调习的 那就你来练的过程当中就练习这首曲子 对 对 你的想法就是遇到的就是有些挑战出来的想法 我觉得在练习的过程中就作为我的那一台来讲 我觉得首先技术上的难点还是蛮多的 音乐也非常的多 然后节奏也非常的复杂 所以就在演奏的过程中 其实更多的不光是要注意低音鼓 而且其他我们其他的这种马林巴 其他的键盘乐器也要非常去注意 要不然我觉得 而且我们这首曲子没有指挥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 因为它是个重奏乐团 对 所以我会想说 那我们其实就是大家要当作一个重奏的方式去演出 对 也要对曲子大家都很熟悉 干脆就不要有指挥 对 其实咱们练的过程中也想过要不要加指挥 所以如果没有指挥 因为其实很多cue的地方我们大家都要非常的注意 其实我觉得那难点就是大家的这种协作性要提高警惕 大家要非常的注意 对 而且关于对于拍子 如果有指挥给你一个cue 或者是给你帮助你会拍子的话 那可能相对容易 是 是这样 每个人心里面那个律动感觉都很一样 对 没错 然后都要互相去照顾每个声部都要去听 就是不光是要定音鼓 去注意定音鼓的演奏 其他的也是 其实我觉得难点也就是这些 对 但是这种形式就非常的新颖 对 而且我觉得对于就像你说的 我们可以出去演出都会很方便 没错 不需要带整个大乐队 对 而且像我们打局台成立到现在也将近要十年了 十年了 真的 真的 所以就是我们要做一些创举 或者别人没听过 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 而且人家都没试过 对 在世界各地 他们也只演过交响乐团 或者是管乐团 或者钢琴伴奏 所以就是打击乐团 我们改完了 然后演出 这就是世界上首演 对 也算是一个全新的创新 对 没错 算是一个十年的里程碑的感觉 没错 没错